梦想在我的前方 勇敢寻找 你载着我向前跑 路上有无尽烦摇 我会知道 但是又会等且了 Boy you make me so fast Boy you make me so hot Why you make me so strong 加速奔跑 天空跟我们笑傲 再度调 无许的逍遥 加速奔跑 朋友 将我们依靠 再重调 委屈不重要 别是反顾他们说 为什么 怀疑你是否 坚持你心的火焰 在当自我 抬手去拼过 列车打开 手挽 摆脱了阴霾 永远再 预想到未来 大家好 我叫星宇 我被哥哥接到城市上学的这天 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原来一直陪伴我成长的红色汽车 竟然拥有神奇的力量 它跟另一辆红色的汽车可是不对的 更神奇的是 他们竟然可以合体 变成超级帅气的兽车人 而更更更更加神奇的是 这个兽车人竟然是有生命的 原来这个名叫列车兽魂的游戏 竟然变成了现实 拥有兽车人的我们 被称为兽车猎人 列车合体 化身最强兽魂 进入我们的兽魂决斗 一起狩猎吧 上一集的故事里面 星宇等人的身份暴露 小丝释放出大量狂暴化兽车人 想要抓住星宇等人 战斗随即开始 在星宇和意涵的掩护下 阿卫 龙依菲和希达 找到机会去释放被俘的兽车人 阿卫 确定是这个方向吗 熊霸会在里面吗 前方有大量的兽车人热能反应 但无法判断是不是熊霸 依菲 别想太多 我们一定会救出熊霸的 别看熊霸那小的五大三粗的 即使 胆子很小 糟了 收魂服务技的效果真的扩散 搞不好 整租大楼都要变成战场 我是住所在这里的守卫 火焰角马 我才是这里的守门人 暴雪角马 这里居然有埋伏 灵风 想办法牵制敌人 这是我的猎物 红脸虎 明明是我先发现他们的 飞吹雪 灵风 想办法牵制敌人 但尽量不要伤害他们 毕竟他们 都是被控制的悲惨兽车人 可恶 你别插手 我要好好教训他们 我才是能打败他们的宿车人 你好好看着吧 火焰角马好厉害 我左边的身体热得受不了了 听见没 我厉害吧 西达 你没事吧 但是暴雪角马也好厉害 我右边的身体感觉被冻住了一样 好难受 看见没 我的攻击更管用呢 明明是我的招式更厉害 我才厉害 是火焰厉害 还是暴雪厉害 我还真想瞧一瞧呢 对呀 看看谁更厉害 乐意奉贼 还有什么乐 再不走就晚了 巨角牛 你醒醒 星宇 今天就让你尝尝失败的滋味 大嘴牛 鹿尾 我们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别担心 我才刚热身的 是吗 大嘴牛 进攻 这样应该就能为星宇他们争取一点时间了 一涵 接下来就是我们表演的时间了 对呀 什么人 这么偏僻的地方居然还有个守门的 我可是猎团里有头有脸的高层了 我看层次续掉的话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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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层次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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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啊是熊霸啊是熊霸啊 真的是你啊不许通行 伊菲小心他已经不是以前的熊霸了 啊啊 啊 熊霸 依菲 你清醒点 熊霸明显已经被X能量控制了 力量 速度 防御力的指数都提高到极限了 黎翁 保护依菲 熊霸 你怎么可以变成这样 可恶 暗夜猎藤究竟对熊霸做了什么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 时间不多了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难道我们要抛下熊霸不管了 当然不是 熊霸就交给你们了 我要去把其他被关押的兽车人救出来 太危险了 在等着你的也许是很多很多守卫 甚至是一大堆被注入X能量的兽车人 没错 你不能冒这个险 没有你们 我还是可以完成任务的 可是没有阿卫和凌峰的帮忙 你一定拿熊霸没办法 我明白了 熊霸 我们会尽快和你会合到 狸风 我还能干动 事不宜迟 伊菲 熊霸就全靠你了 伊菲 来吧 어를熊霸就能辟到立了 封风 背乳就没有等了 那么多第二 gol 熊霸 你放心 我一定会令你清醒过来的 欢迎进入兽魂服务器 北二十六区 岁月竹林区域 熊霸 是我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一切不清者 幸亏你来得及时啊 谢谢你们 熊霸的力量简直像无底深弹 一点都没有损耗 这家伙平时懒洋洋的 现在的简直疯了 我们要怎么才能熊霸 回复过来呢 看来 还是用我们的老方法 这 这简直是 你们真的很可怜 又要来折磨我们了吗 没错 我们绝对不会轻易妥协的 别害怕 我叫西达 我不是二叶猎团的人 放心 我是来救你们的 不会伤害你们 省省吧 就算逃出去了又怎样 我们身上带有邪恶的X能量 出去了只会成为祸害 是这样没错 不过我们的伙伴有办法让你们恢复原状 跟随西达大人冲出去 出发 浪费了不少时间 不过也幸亏了刚才那人 我们才知道这些狂暴售车人的秘密 别打了 别打了 一点情报都没说出来 干嘛要饶你 我说 我说 小丝大人 他手上的控制装置 只要抢过来 就可以控制售车人了 原来如此 那小丁王可以走了吗 姑姑 我们要马上把这个情报告诉星宇 前面就是擂台了 星宇 我来了 星宇 你够了 星宇 快给我醒醒 你明明是我的好朋友 你这个大吃货 经常睡懒觉又炮速度又慢 被战了之后只会冲上去热火 还笨得要死 阿卫 我怎么感觉龙一飞在说自己呀 小声点 应该说他们两个臭味相投吧 阿卫 把我下去 一飞 你想怎样 我要用我的方法来摆平熊霸 快 照我说的去做 可恶 凌风 你这个呆子 你这个熊孩子 干嘛要装出一副熊样子 别以为这样就能吓倒我 你睡觉提被子的样子我见多了 这就对了熊霸 我们回家吧 一飞小心 有点不同 一飞打 大公 熊霸 熊霸 连伊姨也震不出来了吗 叶飞 快逃 你没法让熊霸清醒过来的 不 我不能扔下熊霸 不管 熊霸 这哪来的 该不会是偷来的吧 是你自己马上哈 落在家里沙发底下的 我帮你攒起来了 痛痛痛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熊霸大爷饶小人一命啊 快点把作业补完 我们还得一起去狩猎的 我明白了 那熊霸 我 其实我才是个懒人 懒得关注你的感受 你才会变成吃货 睡货 身体胖 速度又慢 你不能变成这个样子 熊霸 求求你恢复清醒 给我一个补救的机会 熊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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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你的心意了 我从来没有责怪过你 一直一直都是你在我的身边照顾着我 但是我却一点都不了解你 熊霸 躲开 你会做做什么样的 我知道 是我一个心 不经意含得劝他 害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但是 但是你还是我的熊霸 独一无二的好伙伴 熊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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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熊霸 你回来了 回来就好 没想到 最后是熊霸的心声 把熊霸唤醒了 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 大家还在苦战呢 明白了 按原计划 我们马上去找西达吧 随着 熊霸 以后我不会再让你独自保险了 我们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巨小牛 宅宅 你的巨小牛终于 大叔 你挺有本事的嘛 就让我和巨小牛帮你们一把吧 什么 居然能冲破X能量卡的束缚 为什么 你们可以摆脱X能量的束缚 小四 看来你还是不懂 什么 列车手和兽车人之间的心意和羁绊 并不是你们邪恶的能量能够截断的 真正的伙伴是可以共同战胜一切的 没错 我们会和自己的兽车人共同进退 你这个不懂兽车人 不懂感情 不懂受魂决斗之正意义的家伙 根本没资格站在擂台上 没错 你这个不懂我今天要教训你 就凭你 上吧 我的仆人们 喂 咱们一脚就开路 不破 清除掉右边的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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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我是不会原谅你们的 光流冲撞 什么 可恶啊 你们 遥控器已经毁掉 狂暴收车人却没有停止行动 难道说只有遥控器才能让他们停下来 那应该怎么办 那只好跑路 这两个站住 你记得战动 对我们的寿船人来说 已经是超过客了 西达 西达快跑 后面一大群疯子追来了 解救西达大人的任务 先交给我们吧 你们快点到安全的地方去 西达你什么时候收了一批手下呀 当然 别小看我 大家都平安无事啊 怎么样 熊霸他 熊霸已经回来了 缘都到齐了 我们一起逃离这里吧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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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宇 我饶不了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